从小到大,我的身体不太好,常常有很多毛病 因此我对如何重新获得身体的健康非常关心 我研究也实验各种不同的饮食方式 我也注意到在我们的文化里大家吃些什么 我想知道这些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会有什么影响 心脏病,某些癌症,骨质疏松症和糖尿病 是我们这个社会上常见的疾病 我们吃的食物对这些疾病的病因有直接的影响 麦克·克莱伯医生是帮助我了解这一点的几位医生之一 我第一次注意到食物跟健康的关系 是我在麻醉部门学习如何麻醉病人的时候 我的病人第二天要做冠状动脉绕道手术 这是为了疏通已经阻塞的血管 我记得那天已经很晚了 我帮病人抽血 然后送到实验室去化验 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正常的状况下 服在试管上层的液体是透明的 是黄色 是肉眼可以看透的 可是这条试管里病人的血液绝不是透明的 服在上层的血清既厚又油 颜色是白的 看起来像胶 我摇动试管时 它根本是粘在试管边上的 于是我回到病人那里问他 菲利普先生 你今天来医院之前吃了些什么呢 他说我吃了一个乳酪汉堡 还有一杯奶昔 那个时候我才明白 我在试管上看到的是什么 那是牛肉汉堡的脂肪 乳酪和冰淇淋奶昔里 奶油脂肪的集合 所有的脂肪渗流到他的血液里 提高了血中的脂肪量 30 40 50年 一直累积下来偏高的脂肪量 必然会影响血管而产生变化 那也是很危险的 今年累月下来 动脉会被这些脂肪阻塞起来 这些凝结的血块会完全阻碍血液的流动 如果是通往心脏的血管阻塞 这会使心肌因为缺氧而死亡 这就是一般说的心脏并发作 如果是通往脑部的血管阻塞 病人就是中风 第二天早上 菲利普先生进了开刀房 我为他上麻醉 外科医师替他做开心手术 我们从他的动脉里 抽出了一条黄色油腻的沉淀物 医学上称作动脉硬化 打个比方 如果你今天死于心脏病 这也是美国今天最普遍的死亡原因 当我看到那位病人血液里的脂肪的时候 我也想到自己的血 从小我在威斯康辛州牧场长大 吃了很多的肉跟乳酪 我也了解这种饮食习惯 使自己的动脉阻塞 心脏病发作或中风增加了50%的机会 有些人怀疑含有高脂肪的饮食 也是造成某些癌症的原因之一 约翰·麦都果医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世界上各个不同国家的人民 罹患乳癌的几率是各不相同的 这提供了我们研究乳癌与饮食之间关系的第一线索 比如在日本 妇女染患乳癌的几率很低 但是美国染患的比率高出日本六倍 脂肪吃得比较少地区的人民 得乳癌的几率比较低 脂肪吃得越多 得乳癌的几率也越高 这也许是巧合 不过也可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中国人吃的蛋白质食物里 由动物方面摄取来的占总量的10% 而美国人一般所占的比率是70% 跟中国人比起来 美国人所消耗的动物蛋白质实在是很惊人的 目前大部分美国人的饮食习惯 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 在任何一天里 我们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多的蛋白质和脂肪 早餐是咸肉和蛋 午餐是乳酪汉堡 晚餐是意大利脆饼 他们吃进肚子里的是大量的脂肪和蛋白质 这项讯息很清楚 如果你想减少致癌的危险性 就要少吃肉类乳制品 也就是要减少脂肪的摄取 包括植物性脂肪 而要多吃骨类水果蔬菜 这种理论的重点指出 含有高脂肪的饮食会造成某种癌症 大量摄取脂肪似乎会使血液中的 女性荷尔蒙动情激素增加 而动情激素促进胸部及子宫组织的成长 也为日后得癌症布置了场地 在男性方面 多吃脂肪会增加男性荷尔蒙 睾丸素酮的分泌 也是日后得摄护腺癌的重要成因 这项新的讯息 至少对我而言是个新发现 告诉我们应该要减少摄取来自动物性的食物 并且应该要尽量选择植物性的食物